我們小小一個膝蓋積水 我們有抽過100cc的 有抽過150cc 150cc 各位可以想想看是多少 我們這個水也不過300cc 抽出來半瓶水的這個重量 你想想看你如果 一隻腳放半瓶水 一隻腳沒有放 長期走的時候會有差別 所以膝蓋的受傷、水腫、積水 我們還是要先處理 那這個就是我們動力鏈失調 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我們 呂美的一位很好的投手 不要講他的名字 他在這個投球之後 前幾年表現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次他在跑壘的時候 腳扭傷了 之後投球就投不出來 投不好 他最有名的是生卡球 球會下去 打著打不到會變本地球 他腳受傷之後他生卡球就投不好 投不好他硬頭 肩膀就受傷 肩膀就開高之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事實上各位看投球 我們腳啊 投下去的時候踩的力量是很大 如果你不敢踩 踩不下去的時候 這個頭的時候 下壓了這個東西 這個動作就會出不來 就會動力鏈的失調 如果說你這個身體的姿勢 好像便著這樣揮出去 你用不了力的時候 你特別去用肩膀的力量 肩膀就會受傷 或者是你在投球的時候 肩膀因為你不敢動 你特別去用手肘去動 手肘就容易受傷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在投球的棒球選手身上 我們常常看到 動力鏈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 接口接口的異常 也是這樣 大腿跟小腿 得這個角度 常常會有大小的不同 特別是什麼 男生跟女生 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老伯伯啊 我說 欸 許醫生 你的門診啊 好像膝蓋退化 好像是女生比較多 為什麼 其實這就是你的原因 因為我們女生的這個骨盆 比男生相較來講 是來的寬了一些 寬了一些 所以這個角度 就是大腿這個下來 跟膝蓋的這個角度 我們稱之為Q角度 這個角度比較大的時候 膝蓋的這個內外反的這個壓力 比較大 比較容易受傷 比較容易退化 所以這個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扁平阻 各位如果洗完澡 或者是吃腳踩濕的 在地上看看腳印是這樣 這樣還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扁平阻 扁平阻啊 也會引起我們的這個 走路啊 動力鏈的一個問題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股性運河 各位啊 也許這個股性運河 聽起來好像很高深的學問 但是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到過這個 這個股腱殼做的頸椎牽引 拉脖子 應該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聽眾的點頭 拉脖子 你一定有聽過 拉脖子以後脖子更痛 對不對 為什麼拉脖子 脖子會痛痛 很常見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沒有注意到原因 就是這個 我們有一些人 他的這個頸椎 會因為受傷 或者是一些某些原因 感染 或者是天生 他會造成 椎體的融合 椎體的融合 椎體的融合的時候 他的彎曲的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小 你在給他做切拉的時候 就會疼痛 這裡也在跟各位講一個例子 那個 前幾年 我在 前年吧 前年 前年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有一次這個門診 就來了一位高中的女生 高中女生 有什麼 有媽媽 媽媽跟教練 陪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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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門診 他就說 許醫師你能不能開一張診斷書給我 我說你開診斷書有什麼目的嗎 能不能跟我講 他說我想要我的這個 我女兒想要退訓 退訓 不要訓練 我說訓練什麼東西 訓練 跆拳道 他本來是跆拳道校隊 他要退訓 那我說為什麼要退訓 我可以了解一下原因嗎 這時候教練就講話了 許醫師你是知道 因為教練 我一看 我想到 這個教練是我看到 以前的這個 我們中華跆拳道隊的隊長 後來結婚以後 嫁到嘉義 在嘉義我們這邊 附近的高中 擔任這個體育老師 他帶他的學生過來 他這個跟我說 許醫師 這個選手 我打算放棄他 為什麼 他柔軟度很差 各位 這個如果 有機會看到我們 跆拳道的選手 我帶我們的 助理醫師 到國訓中心去看 我記得我們以前 帶這個 助理醫師進去看 國訓中心的時候 剛進去 在那個訓練場裡面 看到一排 男生女生 穿便服在那邊 劈腿 劈腿 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問說 老師 這個是 孕育操的選手 還是體操的選手 他那一選手 在那邊笑 他說不是 我們是跆拳道的選手 他就嚇一跳 為什麼跆拳道每個都要練劈腿 跆拳道的選手告訴我們 許醫師 我們練下腰劈腿 是最基本的動作 跆拳道 因為他要劈的很高 要這個 速度要很快 所以他們柔軟度要很好 那他這個選手 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柔軟度他會下腰下不了 下腰下不了 壓不下去很僵硬 所以這個時候 他教練常常放棄他 那放棄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跟他檢查 我發現他的背部 活動度有一點窄 有一點窄 可能就要查一下 我就會請他去拍片子 結果拍回來他的片子 果然就是什麼 他的腰椎 第四節跟第五節 融合在一起 是先天性的融合 看完之後我就跟他說 這個問題在這 這不是緊 他不是緊椎 他是腰椎 我跟他說你的問題在腰椎 腰椎 一個椎體活動大概是九度 他兩椎合在一起 他會減少大概十度的彎曲度 我說這個選手 你還是不要放棄他 你不要去加強 或者是要求他的柔軟度 我想他的靈活度 還有他的爆發力 你去跟他要求 我相信這個學生 應該還會有進步的空間 應該有進步的空間 結果他聽一聽 他接受我的說法 他就回去了 果然 這個經過訓練之後 他那一年 這個大專運動會 他就拿到全國第二名 第一次參賽就拿到全國第二名 隔年就拿到全國第一名 全國第一名 所以他的媽媽 跟這個教練都很高興 許醫師幸好你有跟他照那張片子 不然沒照的時候 他這個就放棄了 非常可惜 那這個是果心綠合 然後 我繼續講 因為我還沒有講到一半 不能休息 這個 各位應該 有看一下 欣賞一下名畫 這個是我去意大利 佛羅倫斯 烏菲茲美術館 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美術館 裡面有兩幅很有名的畫 這個是波提切里 波提切里的 意大利的一位畫家 畫家 他畫的最有名的兩幅畫之一 這幅畫叫春 春 另外一幅 各位應該就有提出過 叫做維納斯的誕生 維納斯的誕生 各位覺得很奇怪 許科長說要人文的課 給我許醫師講 復健 都會突然跑到這個地方 我在看圖的時候 看畫的時候 除了看這個 這個圖 其實風師科的醫生 很喜歡拿這個圖來看 就是告訴各位說 風師病 有很多的面向 但是我不是要看這個 今天 復健哥是要看這個 各位看一下 我都看什麼 看腳 看這個 我把頭都放大 各位看到這個腳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不經常 我們來看一個圖 這個 各位來看看這個腳 有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可以看 我記得有人穿脫鞋嗎 兩鞋 大家可以看 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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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看看這個 我在長安科技大學上課 上福建醫學的時候 我放這個紙很可愛 我們那個同學 就跟我說 老師老師我知道 這個 這個人 他的腳的毛是金色 所以這個是外國 對我還沒有看這麼仔細 我說對 那時候拍美國同事的腳 沒錯 但是我其實看 不是真的重點 這是什麼重點 這個 我去美國 另外一個 很有名的雕像 這個 紐約外海 有一個自由女神雕像 自由女神雕像 跑到下面拍他的腳 就像那樣子 你看 他有什麼特徵 特徵是什麼 他的第二腳趾頭 比較長 大腳趾要長 我們正常的人 大腳趾是比第二腳趾要來的長 那這個東西 我們在醫學上面 我的老師的老師 就有告訴我們 這個叫什麼 叫做莫頓式直 莫頓式的腳趾 這樣子腳趾的人 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第一個 他會 大腳趾 會往外偏移 這個大腳趾 正常應該是往這個方向 他往外偏移 第二個 有些人會和平同 扁平族 扁平族的現象 那這樣扁平族的現象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重心本來是從這個大腳趾通過的 但是因為他第二腳趾比較長 大腳趾往外偏 所以重心會從這裡偏 然後這邊去 所以有些人 末頓式直 常常會懷扭傷 還有是什麼 膝蓋會彈痛 膝蓋會彈痛 會下背痛 會下背痛 所以我們很多病人 下背痛來 我都會跟他說 來 請你鞋子挖子脫掉 褲管達到膝蓋的高度 總部我幾步看看 就是因為很多病人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摩頓式直 那有人說 許醫師 為什麼這個摩頓式直 這個腳趾頭跟膝蓋 跟腰腿有關係 來 也各位看這個圖 各位會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扁平族 或者是摩頓式直 腳的重心偏移的時候 走路會怎麼樣 腳膀會這樣晃 這樣晃 這樣晃 這樣晃動的時候 是不是內側外側的白關節 也就容易扭傷 扭傷的時候你看 扭傷的時候 我們走路的時候 腳小腿會旋轉 會扭轉 扭轉的時候 會造成膝蓋的內翻 外翻 內翻 外翻 膝蓋的排列不正 膝蓋內翻 外翻排列不正 再加上小腿轉的時候 大腿可以更改 髖關節排列不正 會造成什麼 臀部的疼痛 所以扁平族 不是只有扁平族 扁平族會影響到 膝蓋 髖關節甚至腰部 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個圖給各位看 我們轉動的時候 常常轉動 就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彈痛 這樣子的一個彈痛 所以我們剛剛講 波頓四指重很重要 其實很重要 常見的這些原因 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完了下半身 來講一下上半身 給各位講一下 這個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們肩膀的旋轉肌 各位想像 這個就像一台車子 它有四個輪子 四個輪子 今天如果說前輪的 右邊 沒有氣冷 會怎麼樣 開車它會怎麼樣 會偏掉 其實我們受傷 失能 還有什麼 年紀大也會這樣 有人說 許醫生 我從來沒有什麼病痛 但是我隨著年紀大的時候 我好像肩膀五十肩就會出來 是不是五十歲就會五十肩 說不一定 如果你有做運動 對不對 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運動的時候 我們肌肉會這樣子 變得這樣子 變得萎縮 或者是你長時間不動的時候 我們稱之為失能 它會造成這樣子 這樣子的時候 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正常肩膀 你如果側邊在活動的時候 這樣動的時候 它旋轉的走向是垂直往下的 但是如果你這個旋轉機 它萎縮的時候 怎麼樣 它旋轉的這個方向會偏掉 就像我們車子輪胎 有一個沒有氣的時候 它開始會偏掉 會偏掉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造成後面 跟前面的磨損疼痛 這個就是我們說旋轉機 濕能 旋轉機 偏移 軸心偏移之後 會造成的疼痛 通常都是來自於什麼 源頭 通常都是來自於源頭 就是肩膀這個地方 這可以提示我們 為什麼很多病人 他不動 天肩不動之後 他的肩膀就會出現疼痛的症狀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 第一個旋轉走向的改變 耗能磨損的增加力 同樣在做的時候 要花更多的力去克服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會造成 補殼肌肉 在特定的人去受損 這個是我們講的 那這裡有一些數據 可以參考一下 你說不動 要怎麼樣不動 它會影響 事實上我們 如果一天不動的時候 我們機率就減少大概1到1.5 1%到1.5% 那如果一個禮拜 就會減少大概2到3成 那如果五個禮拜 就會減少大概2成半到4成 那最主要是哪些 抗重力肌肉群 什麼是抗重力肌肉群 就是我們站著的時候 你肌肉會緊張 會用力的 比如說什麼 小腿 大腿 腰部 肩膀 這些肌肉 這個叫抗重力肌肉群 最容易開始發生會說 還有就是什麼 胖胖肌的體力會改變 胖胖肌的體力會改變 還有就是肌肉的特性 收縮模式會改變 好 那這裡啊 我們有一些運動的處班 當然 運動處班 我們在福建醫學裡面是 一個學習的課程 我把幾張重要的觀念 跟各位做分享 我們在做力量的訓練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做肌力的訓練 各位在健身房裡面看到這個很重的 這個菊雅零 這些東西非常重 它每次你只能推大概三次四次 就沒力的 這種東西啊 它強度很高 但是你做的這個重複性很低 我們稱之為高強度低重複 這種東西就是在做什麼 爆發力極力的訓練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耐力的訓練 耐力的訓練 各位在公園 看人家在跳這個圓擊舞 下舞 下公 或者是太極拳這種 它可以打很多次 重複性很高 它可以大得以15個重複 15個重複 但是它做的時候 它動作都是和緩的 比較輕的 這我們稱之為高重複 高重複低強度 高重複低強度 這是做耐力的訓練 所以各位如果到附近 各位看我們做這個推大項 全平等在做 那事實上它是做什麼 耐力的訓練 我們在做主抗力的力量訓練的時候 肌力跟耐力的訓練都很重要 包括像這個 高強度低重複 或者是低強度高重複的動作 都很需要訓練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說有氧運動 這個 國健署都講健康運動 秋樹提書長也跟我們講說 希望我們要 帶一些這種觀念 給大家去做分享 包括像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耐力的運動 以及激力的強化運動之外 我們訓練了什麼叫有氧運動 只要符合這個原則 我們就稱之為有氧運動 就是包括暖身期 暖身大概0到10分鐘 訓練期大概20到30分鐘 和緩期大概10分鐘 這樣子的訓練模式 還有強調什麼 訓練的時候 一個禮拜三到五天 五天的訓練 我們是做大肌肉群的訓練 像什麼運動 什麼是有氧運動 跑步是不是 游泳是不是 快走是不是 爬到踢是不是 都是 只要符合這樣的原則 什麼原則 就是在運動的時候 你有一週三到五次 一次呢 20到60分鐘 那最大心跳 60到90 最大心跳怎麼算 我們從 這個 220減跳 假設我們是20歲 220減跳 20就是200 這個是我們20歲的最大心跳 20歲的最大心跳 你乘以百分之65 就是130 130 也就是說20歲的這個人 他只要做什麼運動 不管是跑步 流泳 走路 都可以 他只要心跳到達130下 就是60%以上 這個就稱之為流氧運動 所以我們國界署後來 把這個簡化稱之為 333運動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一週三次 一次 30分鐘 最大心跳 130下 這個稱之為 所謂的 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 當然我們在科學上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 最大生養量 這些東西都去做 但是各位只要記得 剛剛講的 每週三次 一次 30分鐘 最大心跳 130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 有氧運動 那有些人說 我記不了這麼多 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做什麼 日行萬步 大概7公里 走7公里 這個運動強度 也是接近 有氧運動的這個 要求 那有人說 這個我年紀大 記不了這麼多 怎麼辦 記這個就可以了 我們老人家 長輩的話 建議的這個運動 就是 一週只要做 150分鐘 就是兩個半鐘頭 就可以了 然後 分成兩次做 分成兩次做 做什麼東西 做主要 肌肉群 比如說腿 腹部 肩膀 肌肉強化運動 這個是道令者的運動 一個強度 還是一樣 重點 再跟各位提醒一下 肌肉 都是很痛的 動力練 姿態失療 動力練 不動多用都會動 正經強行 保康健 我剛剛講的正經 講的強肌 好 好 這個是 上次去電視台演講 遇到 台灣最會老的女人 激政老師 主持人跟我說 許醫師 你正在激政老師旁邊 看起來 年紀差不多 我說 你真是太太群魔了 各位有沒有休息一下 不用了 不用 因為 我這個是 通常是 會 兩個小時 我中間會 如果各位 有 可以繼續聽 或者是 還想繼續睡 我們就繼續講 好 請上